剛才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們不是講說你要去順應它 要順應那個天理 你知道意思就是說你能夠預測它 就是說你預測之後 你應用它 你就是無往不利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不是十八週刊 我那個時候有投稿過 假設我們依照這些土掛的時候 我們去做一些治國理證 應該會更好 但是好像今年選舉大敗 他不就是說沒有依照這些道理 沒去做儲弊的事情 對 而且你說那些事件又那些 剛好是不是都是古掛的意思 你就敗壞了 我從疫經裡面的故事這樣子 不是我講的 疫經裡面的經文是這樣子 我也看有人解這個家人寡 就認為說就是 特別是疫情期間 你很多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在外面工作 或是待在外面 你包括你可能隔離或怎麼樣 你也只能回到自己家裡 所以就是說這個家的 家庭的重要性又突顯出來 再來當然是在家庭裡頭 比較做任何事情得心應手的都是女性 所以這個就是烽火家人掛裡頭 有顯示出女性就是站在中流砥柱的這個位置 對 那如果說不是從家庭來看 我們就算是從國家來看的話 這個就是說也應該是在整個國家內部整頓的 這個這一年可能也是國家內部要做整頓團結的一個年 那也有可能就是說在國家的內部有一些那個女性可以扮演的這個角色會比較突出吧 是沒有錯 是不是也有人這麼解釋 對江南瓜 因為利女者 所以是女孩子比男孩子更有利 那另外還有一種算法 就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也有人說今年呢 是這個更土運的 20年唯一一個大運的 這樣的一個更土運的最後一年 然後呢 明年2024年開始就是離火運 那也有人說離火運呢 就是這個 開始就是比較年長的女性 可能在國家社會裡頭都會 擔負起比較重大責任的一個20年的一個機運 那也有人認為說這樣子的20年大運 事實上呢就是在轉運的那兩年 前後那兩年 其實可能運就開始轉了 所以我們可能最近也看到 就從如果是從他們這種算法來看的話 最近也看到很多 不管這個就是人家做的好不好 但的確 以歐洲來講 很多那個國家領袖都變成是女性的 是不是也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就如果說用這個離火運 20年的運來講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一個方向出現 是 因為更掛 如果是 用我們人士來講的話 更為少男 對對 鯉為中女 更掛是快左門 所以更為東北方位 所以你看那個 這一段時間 韓國莫名其妙就起來了 對 還有那個 大陸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日本在東北方位 因為他已經發達過了 所以大部分都會怎樣 你沒發達就會發達起來 所以是 我東北方會打 第一是東南方 或者是南方 對 所以也有人說那個未來20年可能是 就是東南亞 東南亞的那個發展機會會蠻高的 他們的發達會比以前好很多 對 這也是一帶一路的影響 對 對 對 如果是用洋宅的那個什麼 那個運勢來講的話 是這樣子 所以假設就是說 你那個 買的房子 更為東北方位的話 你最好就是做東北 向西南的方 還要再配合你的時候 你是什麼運過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 就是洋宅的一個算法 西市面 那個又另外一套在洋宅的部分 如果是用推國運來講的話 這個可以參考 但是主流還是 主流還是要看那個黃金晶市 黃金晶市 公元960年 那個規則定了之後 到現在都不會被來 而且還會不會被 我看人家講這種什麼 更 就是更的20年大運 離的20年大運 其實主要都是在經濟產業上面 對 還是洋宅 洋宅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個算法是有蠻多的 所以就是你要看說 流派太多 你是要論斷哪一個部分 就哪一個部分應該是有 比較他專精的流派去用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論斷國運的時候 是以邵英的黃金晶市為主 你不要拿成團的主委斗室 來論斷國運 因為那個是論斷人運的 古書裡面也沒有說 這方面是對論斷國運的 所以要以古書 還有創作者他的思維 創造這個學術 他是要運用在哪個方面 對運用在哪個方面 不要這樣起來到背 這個蠻有趣的 因為真的很多的那種運的算法 有很多 所以現在這個林博士跟我們講說 歲運 國運應該要用黃金晶市的算法 黃金晶市會比較準確 所以五運六七就是哪邊來的 黃金晶市裡面來的 剛才講的那個是從 黃金晶市是邵庸 邵庸著作的 所以這個是在書全書裡面的 對五運六七 五運六七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可以論斷黃金晶市裡面的 我們人的跟大自然的關係 所以就是傳染病的關係 或是說整個疫情的關係 這些都是要從五運六七去斷 因為早期中醫比較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自衛病 你自衛病的時候你就知道說 今年是什麼樣的氣 運跟氣 五運六氣 運就是五運 氣就是六氣 所以能夠從這邊去得到說 今年會發生什麼樣的病症會比較多 你去做預防 有時候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如果以今年的這個家人 掛五運六七要怎麼 今年的五運六七 因為這個就要變成 從什麼去斷 從今年的天干地出去斷 因為今年是鬼毛年 對鬼毛年 所以鬼毛年的話 五運六七的公式是這樣子 因為他是用核化五行 所以核化五行的話 鬼來講的話 是霧鬼和 霧鬼和是火 對 但是因為是陰鋼 所以是火不及 然後地質就是 毛的話就是 毛油 毛油就是金 金就是 這個叫陽明道金 這個霧從哪裡來 霧跟有從哪裡來的 因為是剛才有講回毛 對 霧鬼和 他會拉來 他會拉來核化 因為核化的關係核 但是有沒有化又是 又是另外一回事 要看他有沒有 要看他地質比氣怎樣 對 所以他這一套的學術 就是用核化的關係 所以甲擠和 乙庚丙鑫和 丁鎮和 然後霧鬼和 所以我們就是要用霧鬼的 所以你毛是跟有 對 毛跟有 對 所以 毛有是一組的 霧鬼是一組的 對 所以我們葵毛年來講的話 就是 先 葵是代表什麼 運 是誰的運 是 金木水有土星 甲擠為土星 乙根為金星 秉星為水星 丁仁為木星 烏鬼為火星 所以是火星對地球不吉 因為他們在論斷的時候就是說 太過中間的平溶 或是不吉 平氣 然後一個是不吉 因為是銀杆 所以是烏鬼裡面我們斷 這個就是火不吉 所以火不吉的時候會影響到什麼樣的關係 就比較沒有那麼熱狗 所以如果是我們就用經濟來講的話 就是說可能會比較低沉蕭條一點 這個 這個毛跟有 不是 那毛跟有是地支的 所以我們地支的話就是 要 我們這個就是變成一個是五韻 六七的部分要用毛油 這上面是用五韻這是用毛油 對所以 毛油又代表什麼就是 金客 沒有沒有這個跟有 就是毛就是 因為他們是一組的 所以都是算金 所以上半年就是 他們是變成金了 陽明造金 陽明造金 然後 他們就一組就變成造金 上半年就是造金 下半年就是 毛油下面做主武就是 哨音軍火 哨音軍火是哪裡來這個來的嗎 所以這個要公式這個要背 所以它是有一個公式 有一個公式 這個完全都是有公式的 公式裡面都有道理 為什麼這個道理 可能我們沒時間去講 這個以後如果大家有反饋的話 我們可以再開一個專題來講 所以明年 也算今年了 這個氣的影響就是 五韻的氣 就是火星不及的影響 對地球的影響 然後 因為我們有一個就是 主氣跟克氣 什麼叫主氣 因為地球在自轉的時候 它的春夏秋冬都是固定的 不是有春季 秋夏季 秋季冬季 這個叫主氣 就是固定不會變 但是其中地球在造的時候 它會有天氣的影響 剛剛你造到木星的時候 造到火星的時候 會再跟地球影響 所以那個時候變克氣 因為克就是可以剛剛做克的意思 你到這邊就克 然後就是變成你到這邊 但是你還會再走啊 那個叫克氣的意思 就會移來移去 移來移去 對對對叫克氣 所以克氣的時候就會產生 這個光是要備 就是十天就是援免造金 然後債權地支就是下半年就是以這個為主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五明六七 所以我們再來看說 今年這個氣對我們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火 然後就是金 所以我們在講的是 以十天為主 你這個金不是被火來克嗎 所以就是變成上下不順 那個上下不順叫什麼 它的數字叫不相得 所以不相得的話 就比較會有疾病 但是疾病是因為陰肝 所以是不是一下子的 假設你的疾病已經有了這些顧疾的話 還是慢慢會呈現這些顧疾現象 黃金內經裡面的斷這種疾病 是這樣子斷 所以應該就是慢慢的 不相得 而且是慢慢的 所以數文裡面 黃金內經的數文裡面的五運行大運裡面 這樣講說 氣相得則何 氣不相得則病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火來克金 所以火是什麼樣的疾病 我們就會講說火不及的疾病就會跑出來 因為火就代表你的心 所以心臟就會比較不及的話 就是你的血液循環就會比較不良 心血管之類的 心血管疾病就會比較不良 然後這個就會比較低沉一點 我們整個社會就不會那麼活絡 就是比較低沉一點 在那個疾病上 心血管的疾病會比較多 血液循環會不好 血液循環不好的話 也會比較會有癌症 癌症 而且今年這個都是陰的 對都是陰的 本來就是陽配陽陰陰陰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火不及的話 就是低沉 那這個造金呢 造金來講的話就是 下半年的這種金就是 這個造金也會不會脆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來講一下就是氣候 因為金水都比較屬於低能量 我們來用氣候來講的話 霧灰是陰乾所以火不及 你假設是霧冷的時候就火過旺 這個是火不及 然後金又是代表寒冷 金就是金屬的東西 你遇冷的時候 就是比較有寒冷的現象 所以就會產生什麼樣 火的力量不足的時候 就是心血管這方面循環不利 然後氣候會比較緩長就是比較難 會比較冷 會比較冷 但是因為我們本來地球 就是有它的自負能力 火不及的時候水會去刻火 但是它會讓地球 會讓水不要那麼多去刻到火 所以就土的力量就跑出來了 土的力量跑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土來刻水 土又代表什麼樣的現象 就是你的這種中 身體裡面的腹部的疾病 腹部疾病就是可能 就是你吸收就比較會 脾胃 脾胃就會消化不良 這個現象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 互相五行深刻的關係 而且你土的疾病的時候 會印在什麼腸下 因為木、火、土 再來就腸下 所以什麼時候時候 到7月22號到9月21號 這個土的力量太強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會 長的疾病會比較多 如果是用 對 腸下 如果是用氣候來講的話 因為土屬濕嘛 濕氣嘛 所以濕氣就是 你練什麼一定是一下子暴雨 然後你土濕流 所以可能夏天的時候 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天候 天候就會比較會有這種現象 我們現在都已經身經百戰了 對 因為這個地球 就是我們覺得不太正常的情況 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假設你要斷這個 你就去讀防疫內經裡面的浮油器 你讀了之後你就自己會斷 這個只不過是一套學術 那我們回去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先觀察一下今年 然後自己再來斷一斷明年 是 如果斷不準再來請教林博士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 施貨週刊那個時候 每年寫的不是都很準嗎 對對對 哪一年就特別熱是不是 所以就是 好我們我們要就是 今年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部分 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斷的部分就是用 五音六七的防疫內經 然後就是用黃金經事的掛項去斷 所以我們兩個都講過 好 那因為我們可能還有大概八九分鐘的時間 現場其實是有幾位朋友在的 那如果你們在場的人是有要提問的話 對於今年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要提問的話可以提問 什麼事情適合問掛 什麼事情不宜問掛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我臨時沒準備這樣講 但是等一下 我憑我的記憶 不宜補 就是說你對疫情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不要去補他 再過來就是 那個 不是真有疑問不要補 你沒有疑問也不要補 對 其實是你可能都知道的那個問題 你只是沒有自信 也許是A也許是B 你只是選擇性困難的那個不要補 對 因為你可能知道你選了A後面是什麼 選了B後面是什麼 其實你知道了 對 這個就是要真有問題才能補 不然的話你就是褻瀆了這個疫情 對 所以疫情裡面的乾坤屯門掛 我有朋友 他一直問到第三個掛就變成出現一個門掛 怎麼那麼神存 這個就是天理間的道理 就叫他不要再問了 就叫他不要再問了 對 所以 不要來搗蛋 門掛怎麼寫呢 他的經文就是說出事告 蒙古的那個門掛 出事告 就是要啟蒙啊 出事告 這個時候不要亂去補 嗯 因為疫情就是 從我們的先生先者到現在你看住宿的人 2000多家在 蘇布全書裡面 三到可能七八百家而已啊 所以就是說 他就是群經之首 每一個股市 我們現在不是 以前最會唸書的人一定會唸疫情的 再來 喔 兵貨 嗯 惡物戰爭會怎麼樣 今年應該夏天也差不多結束了吧 所以應該是因為有家人嘛 就是會兩岸一家親啊 他們要合成吧 戰事應該漸漸的就會變成和談了 應該夏天左右就會和談了 應該漸漸的就會越來越好 還可以再一個喔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啦 我們在斷事情的時候 剛才不是講三一一五相嗎 你要問的問題是適合哪一個部分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疫情是補事的 是問一件事情 所以你有疑惑的時候 我是用疫情去補這個事情 那你說你的財運如何 這要看八字吧 對啊 這是看八字 要從八字去看 所以從疫情裡面 當然也可以看出你的財運是什麼樣 但是如果是長遠的財運 八字比疫情更能夠斷出你的財運 所以是不一樣的學術 你以後相信林博士的話 就繼續參加我們這個直播 然後跟林博士套好關係了 私底下他幫你弄帥帽子 我們還剩幾分鐘 三分鐘那太好了 那我們就要宣布這個 我一直畫在這裡的一個 這個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麼 我自己提醒我自己 就是一個紅蘿蔔 胡蘿蔔 我們剛剛其實在兩次的演講 就是林博士跟我們介紹一堆事情之中 我們都提到時報週刊 就因為我們認識這個林博士之後 我覺得他對於很多 就是這邊的理解 我都覺得他都言之有誤 而且馬上都可以舉例 原來是就前面大概十年左右吧 是時報週刊每年都會去訪問林博士 然後請他推測下一年的這個歲運國運 那他就後來把他手邊有的六篇文章 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人文中心都已經掃描成電子檔 那我們就想說有一個激勵的一個禮物送給大家 如果我們的這個YouTube的這個訂閱數 達到一千人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會把林博士提供我們的六篇 時報週刊上面的電子檔 放在這個雲端的連結 然後讓大家可以就是免費公開的去使用 他之前寫過的這些藝術 還有捕掛的一個心得 那也可以驗證是不是他在當年他都論斷的非常的準確 而且裡頭也會提到他用什麼書 然後用什麼樣的想法 五運六氣是怎麼推的 然後原文是什麼 然後他怎麼去解釋的 那這個呢就是作為我們如果訂閱數達到千人大關的時候的一個 第一個 胡蘿蔔 感謝你的訊息 那你們現場還有沒有問題 醫學的入門書 或是我們下次你那個email給我們 然後我們也做在這個獎品上面 列給大家看 因為我是推薦那個 哪一個版本的 徐志偉 但是台灣都絕版了 絕版的 那我們可以在圖書館借出來掃描出來 對 應該在圖書館裡面有 我覺得應該是朱寶昆的 還有那個徐志偉的初學的部分先看那個 但是要持之友騰 那我們就在突破千人大關的時候一起公布 是 好 謝謝 這樣的話我們就今天直播到這裡 是 感謝各位的 謝謝林博士 用心聽講 是 OK 好 謝謝